4日,米兰体育报发布了这个赛季一甲各家俱乐部的薪资报告,其中共计有4支球队的薪资不低于1亿欧元,14支球队低于4500万欧元。 游文在吃下C罗的大合同之后,他们的总薪资突破了2亿大关,达到了2.19亿的水平,而紧跟着的就是米兰。 球队虽然在李永宏时代清洗了不少高薪球员,但最后的引进的11名球员还是让他们的薪资水平大幅上涨。 而在引进伊瓜因之后,球队薪资成为一甲第二也不奇怪的,但与之相比的是,高薪资下球队并没有太好的成绩,值得球队深思。 同样的是罗马与国米,两队虽然在下窗境投入不算大,但从薪水就可看出球队补强的决心。 在下窗结束后两队总薪资也迈过了1亿大关,而紧随他们的就是纳布勒斯,他们距离突破1亿大关仅差600万,前一个重要球员或者完成队内球员的续约,就基本能越过这个大关,而其他球队中也不乏亮点。 如本赛季表现出色的萨索洛以及亚特兰大,他们的总薪资分别仅为3000万欧以及2700万欧,还没到米兰的四分之一,真正的是花小钱办大事,而连赛中薪资最低的是生巴马恩波利,不同于帕尔马的不断引员。 恩波利在上赛季一亿也第一回到一甲后,他们新赛季选择,仍然以此前的球员为主要框架,三轮下来也拿到了四分,算是迈出了宝级的关键一步。 1. 油文图42,1912,AC米兰1.413,国籍米兰1.1614,罗马115,纳布勒斯9400万6,拉齐奥660,07,独陵4300万8,佛罗伦萨379,桑普多利亚3610,伯罗尼亚3411,萨·索洛312,卡利亚里2913,热纳亚2911, 4. 亚特兰大2715,乌迪内斯2616,帕尔马2317,弗罗西诺内2218,切沃2119,斯帕尔21120,恩波利1600万。 1. 主要放入金匣带。 1. 玉尔西务。 1. 淋导登到金匣券。 1. 玉尔西务。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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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 姿和尔西务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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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杨茜茜